说起来这傅察氏格格死的这个日子不好 有人说了生死在天还能由人定吗 咱不是这个意思 他要是再坚持两个多月 就等到自己丈夫登基做皇帝了 要是那样啊 他就能在活着的时候就享受到枫飞的待遇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从今天开始啊咱们要开一段新书了 那么咱们这段书要揭开哪些恭维当中的秘密呢 在咱们这段书开始之前呢 我不妨跟您吐露一下 咱们这段书啊 就是为了揭开这御灵 以及这个御灵妃原寝当中的贵妃原寝 所奉安的乾隆皇帝的皇后 以及皇贵妃的葬婿葬位的谜团 有人说了你说这么热闹 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谜团啊 哎当然有了 首先说这季后纳拉市 纳拉市皇后被奉安到了纯会皇贵妃的地宫 这首先就是一个很大的谜团 咱们在讲这个季后纳拉市那份里边啊 咱们已经详细的掰扯过了 在咱们这个系列里呢 也不用多讲 再者了 这御灵的地宫当中啊 本来有七个葬位 为什么只葬了五个呢 咱们说这葬了五个呀 那是不包括乾隆皇帝的 那加上乾隆呢 就是葬了六位 我们都知道 乾隆皇帝给纯会皇贵妃 单独建立了陵秦 这就是啊 如今您到这个东陵旅游啊 能看到的 在这个御灵非元寝当中的 纯会皇贵妃的元寝 当然了 里边还同时奉安在这季后纳拉市 那么既然这乾隆皇帝 在这个御灵的官床上啊 设计了七个葬位 那显然是啊 让自己的这个皇后娘娘 以及皇贵妃们 与自己死则同屑 那么为何到了纯会皇贵妃这班上 又要另择元寝奉安呢 哎 咱们这段书啊 就是为了把这些问题掰扯清楚了 玉灵以及玉灵的贵妃元寝里边 所这奉安的娘娘们呢 咱们讲的差不多了 还有这么几位啊 咱们没有交代清楚 那么呢 咱们就先把这些娘娘是谁 哎 他们的位分都是什么 有没有一些啊 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咱们先抖了清楚了 然后啊 就自然能解开咱们要想解的谜团了 那得了 那今儿咱们就先挑一位没讲过的娘娘说呗 今儿咱们要讲这位娘娘啊 其实啊 挺有意思的 虽然这位娘娘啊 早早的就过世了 生前啊 都没人称呼她一生娘娘 但是啊 这位娘娘身后留下的麻烦事可是不少 那说了半天 咱们要说的这位娘娘是谁呢 她就是啊 哲敏黄贵妃 有人说这哲敏黄贵妃 她听着耳声啊 没错 她可算得上啊 是御灵地宫当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位贵妃娘娘了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还别说是黄贵妃了 就是妃子贫 她也是一天没做过 她所享受的这些呀 应该都算是哀容 也就是说呀 都是死了以后 这皇帝啊 才追风的 哲敏黄贵妃啊 是妇茶室 可是您得分清楚了 这个妇茶室啊 是嘎哈里妇茶室 她和孝贤皇后那个沙季妇茶室 可是不一样 这祖上啊 连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没做过 您让在史书上啊 读到一个 嘎哈里和舍林村妇茶室 哎 也是这个姓氏 所以说呢 她与这妇茶室皇后啊 是同姓各宗 并不像啊 这传闻中所说的那样 是足姐足妹的关系 从乾隆四十五年 这乾隆皇帝 所做的御制师当中啊 我们可以分析得出 这哲敏黄贵妃 应该比乾隆皇帝 以及这后宫当中的 一干后妃们啊 这年纪都要 削为大那么一点 在雍正五年 这宝亲王弘历大婚以前 哎 就应该是 在宝亲王身边的 八九名侍妾其中之一 并且在雍正六年的 五月二十八日 为这个未来的乾隆皇帝 生起了皇长子永皇 这永皇降生以后 这四皇子弘历啊 高不高兴的还在其次 可把这个老皇上 这雍正给美坏了 亲自啊 给这永皇起了名字 哎 也就是说这永皇这名字呀 不是爸爸起的 是爷爷起的 没过几年 哎 也就是雍正八年的时候 这傅茶室哥哥呀 他又怀孕了 到了雍正九年 四月二十七日 生下了皇二女 只可惜呀 这乾隆皇帝 这位皇二女啊 福分差了点 当年啊 就早伤了 说起来呀 这傅茶室哥哥 死的这个日子不好 有人说了 生死在天 还能由人定 咱们不是这个意思 他要是再坚持两个多月 就等到自己丈夫登基做皇帝了 要是那样啊 他就能在活着的时候 就享受到枫飞的待遇 哎 只可惜呀 还是刚才咱们说的那句话 这生死在天呢 他不由人 幸好啊 这乾隆皇帝呀 他是个念及旧情的人 并且呢 这傅茶室哥哥呢 又为这个皇家呀 诞下了 皇长子永皇 所以呢 在乾隆元年的九月 这乾隆皇帝 就追封这位傅茶室哥哥 为哲飞 在这儿啊 还有一个小岔头 我得跟您啊 交代清楚了 哪天呀 您要翻阅宫庭档 哎 您看这个乾隆皇帝 后空当中啊 有一位早逝的名妃 哎 这也就是这位哲飞娘娘 为什么呢 这是有一段时间 这内务府 宫庭档啊 把这嫔妃的封号 由满文 译成汉文的时候 出现的错误 所以说呢 以后您读宫庭档的时候啊 遇上这个名妃 您就应该知道了 这就是哲飞娘娘 乾隆十年的正月二十四日 乾隆皇帝又以哲飞 生育皇长子永皇 进封为皇贵妃 哎 这份殊荣啊 可就大了 因为有乾几朝为例啊 这皇贵妃 是要随葬皇陵的 所以说这乾隆皇帝 把这位前女救人 复查格格 先封为妃 后又追封为皇贵妃 那这皇上就是有意 让这位复查氏娘娘 随葬御灵 既然追封为皇贵妃 那必定是有嗜号的 正月二十六日 这乾隆皇帝 次这位复查氏娘娘 嗜号为哲敏 这个敏字啊 在满文译文当中啊 有可惜了的意思 看来这乾隆皇帝啊 是觉得这位娘娘 轰事得太早了 并且呀 我们也可以获知 对于这个 哲敏皇贵妃的死 乾隆皇帝 还是十分怀念 十分心痛的 乾隆十三年的 四月二十一日 这会儿啊 后宫谁主持呢 后宫啊 是皇贵妃挥发那拉市 属里后宫诸室 率领着后宫所有的嫔妃 到静安庄 给哲敏皇贵妃 慧贤皇贵妃祭拜 到了乾隆十七年的 十月二十七日 尊化皇陵当中的御陵啊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陵 已然建好了 于是呢 就把这个孝贤皇后 和这个慧贤皇贵妃 还有啊 就是这个哲敏皇贵妃 一同葬到了地宫当中 这哲敏皇贵妃呢 就成了这御陵帝宫当中啊 第一批入住者 虽然啊 这哲敏皇贵妃啊 她早红 但是这身后事啊 完全说得上是体面 并且呢 这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啊 算得上是有情有义 虽然呢 命短 但是啊 也算得上龙光 可是啊 实际情况 则不然 乾隆皇帝啊 虽然对死去的 哲敏皇贵妃啊 算得上是人之意尽了 可是啊 他好像啊 也没太顾及得上 这夫妻之间的情分 因为啊 他对这哲敏皇贵妃 留下的遗孤 那位大个永皇的态度啊 十分不好 这大个永皇 在孝贤皇后的葬礼上 因为表现出不敬之情 所以啊 被这皇帝大加深斥 那是什么样的不敬之情呢 这无非啊 就是哭声不够大 眼泪也流的不够多 这乾隆皇帝啊 不知是哭晕了头 伤心过度 还是呢 故意找永皇的茬 不但啊 当着众人 训斥了这大个永皇 而且啊 在言语中还暗示 像永皇这种人啊 是不适合 做皇位接班人的 得知自己以后啊 不能继承大统以后 这皇长子永皇啊 连杯带粪 回到自己宫中啊 按其按憋 没两年啊 就红尸了 这死那年啊 也不过才二十三岁 这下可倒好 这哲敏皇贵妃 这一儿一女啊 这次真的在这一天 到地下团圆去了 这哲敏皇贵妃 虽然死后一片如光 但是自己的孩子呀 却着实的 没有这份福分了 生生的呀 就被自己的亲阿玛 给吓死了 得嘞 这哲敏皇贵妃的故事啊 咱们就说到这 说书嘛 有书则长啊 咱们无书则短 明儿啊 咱们再换一位 这地宫里的娘娘 我给你好好掰扯掰扯 我是给您 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 为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明儿见 词词 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